咳咳 重要消息 越野車比賽就是這禮拜天 不來支持我們的 頭皮震會開始漏遊 其實我覺得很多去看比賽的人 只是看到車飛來飛去 但不知道誰是誰 會覺得有點無趣 那我要來介紹一下 俊偉OE團的參賽者 先講一下 俊偉OE不是什麼車隊 沒有什麼職業車手 我們只是在淡水俊偉車業 認識的一群好朋友 那比賽是11月3號 地點馬吉斯月的長 如果還不知道怎麼去 我之前有做過介紹的影片 雖然場地也可以在Google地圖找得到 但是不要太依賴GPS 因為已經有很多人被帶錯路過 第一組早上8點就開始跑 到中午都是育賽跟兒童賽 11點多的兒童賽如果有機會看看 那一定要去 超級可愛 超級可愛 那中午休息後 就開始打了各組別的決賽 我把整個時間表的連結放影片下面 可以自己去看看 但要注意一點事情 如果當天下大雨 比賽可能會被延期 在FB搜尋玩樂酒靠杯去餵越野 那邊可以看得到所有最新的消息 比賽C組是線可以掛牌 能路上騎的越野車 就類似SM250 VR223 Sero250 CIF250 150 等等 駿尾車業老闆小賴就是要參加這組別 他是騎小改CIFO0L 我已經有做過介紹他的車的影片 可以看看 賴老闆的號碼是28號 老闆要回去 老闆要回去開店 有趣的是 C組還有台灣最速郵差 有儒房 444號 可以期待他們的對決 台灣最速的郵差 也來了 今天不用送信 哈哈哈哈 送信到馬吉斯嘛對不對 哈哈 那B組有4個人 先我自己486號 我騎的是黑黃RM250老二行程的車 本來 有想挑戰A組 但 你們知道 我的車 突然膨磁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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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崩 到底是崩哪一顆勒 看一下啊 這個 波差也都整個歪掉歪出來了 所以 不明狀態下我先降到B組去了 下一位 312號 Eddie C又廷 以前 他騎 帥氣 改老三車的 VR150 也是有拍過我介紹那台車的影片 看這裡 Eddie 第一次要騎 他的 老二行程 KX250 參加比賽 要動一動 上下上下 但他的職業是修飛機 飛車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吧 接下來的兩位就很有趣 都有拿過華臺車冠軍 3號 網科 阿科 他有拿過大專杯華臺組的冠軍 其實 他也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按這裡趕快去訂閱他 他騎的是 比較新的車 四行程 KXF 250 那另外一個朋友 謝伯剛 55號 有拿過一輪杯華臺車的小冠軍 現在他為了加強他華臺車的能力 開始學越野車了 他騎的是跟阿科一樣 KXF 250 還要開始轉彎夜雨嘛對不對 雙胸 雙胸 對 互相幫助嘛對不對 差滿多的在越野有些技巧可以用在華臺上面 對啊 對啊 那這比賽可以期待什麼呢 C組 誰的避震會爆油風 誰的車台會斷 小賴能不能贏台灣最速的郵差 老八的剛換的齒輪箱受不受得了 修飛機的Eddie到底能飛多高 兩個不同華臺賽事的冠軍 到底誰贏 那還有我們想發俊尾251的貼紙到場地 可以直接來找我 或是這次無法參賽的車友 失控網橫日 希望在那邊看到你們 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 每個次旅程 甚至無法進行 這些車友 Gro ca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